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都会用快筛试剂来做检验 那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在2022年疫情严峻的时候 也曾经透过台商协会取得一批从中国进口的快筛试剂 来发放给金门的乡亲 不过当时这批快筛试剂其实是由中国进口 而且这个生产商是宝泰生物科技公司 就被发现说这批快筛试剂其实没有取得台湾的EUA 因此当时在发放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引发争议 而且孝琪其实也有引发了一些疑虑 那现在更被发现说这批快筛试剂已经过期了 而且还躺在立法院某个角落被堆起来 那这个陈玉珍也是表示说 确实这个是从他们办公室清出来的 因为现在要装修一些新的办公室 所以有需要一些空间 所以才把这个旧的快筛试剂 过期的快筛试剂给清出来 那他也是表示说其实这个EUA的部分 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英国政府认可的 而且英国政府也有发放给英国的人民 但是重点就是在台湾并没有取得EUA 而且也传出说在美国的食药局 对于这批快筛试剂 其实也是有疑虑建议他们的美国人民 不要来做使用 但是陈玉珍是强调说 这个英国政府是来合可这批快筛试剂 那还是表示说这批呢 其实当时是透过台商协会来发放的 那当时大概是有十万个一盒左右 但是现在发到剩多少 他自己其实并不太清楚 而且这次要清出来的时候 都有跟总务处来进行报告 要表示说要把这些快筛试剂来清出来 那总务处表示说一切遵照的这个工作原则 只把它清出来之后呢 会由总务处合作的环保公司来进行清运 因此目前呢 今天早上呢 非常多的清闲人员呢 正在把这个快筛试剂来进行打包 进行清运 那后续会怎么样的处理呢 其实总务处也会在继续了解当中